陳委員好 岳部長好 我現在第一位 請教你 關於這一次 你包括行政院版 油美女版 蕭美群版 蔡藝版裡面的第二條裡面 性別性情下 性別的認同 你看我要怎麼樣 因為這次幾次修法的時候 我發覺你們都很強勢 你對這幾個有沒有認同 我們不包括這些 所以你表示不認同嗎 現在不包括這些 那具體條文在討論的時候 我們再表示一件 這一點你要特別的注意到 然後你在這裡面 因種子、因宗教、國籍是怎樣認定 你跟我講 種子是怎樣叫種子 像剛才提到庫德族 那許多在國際的實踐上 往往因為 種族之間的紛爭 那誰執政 誰執政 誰不執政 然後 種族之間的 往往造成一些難民 如果像排華運動 我們以前的華僑 你要怎樣持利 因為這個情形在東南亞 也有可能發生啊 那我等一下再講中東的故事 給你了解 所以我今天在這裡說 我贊同你的理念 你這種人道主義 悲天免人 而且我在聽你講話的時候 關於這個難民法 我們並不是反對喔 你很有感性的 好像一定要完成 但是今天所有在討論的時候 大家都要公免教育 我不反對 我支持 但是你做要特別注意 你有沒有想到 德國 每個身旺多高 他收了難民 他地方的選舉前師 美國 希拉蕊跟那個 川普 為了這個問題 也炒的時候 大概我要把大門封起來 你有講到奧地利 奧地利現在平衡的待遇 也在漫亂支退 尤其你到義大利 你到土耳其 你去看一下就曉得 這個問題 當時大家都抱著悲天免臨的精神 到最後 都變成社會的一個問題 保重 我三十幾年跑到中東 我一年都要去十幾次 你要了解很多的問題 這裡面中東啊 一天拜五次拜到這個黑黑 拜師十一五次來了 他們的宗教觀念 跟我們能不能融合 我是指張支持給你過 這個可以當您所講的 跟國際結合在一起 但是我們要做 我們要考量我們的立場 這個民營 你去縮容 我不是說不要縮容 這裡面會產生的多少 我們現在的老闆 我們年輕的問題 我們長照的問題 錢都找不出來了 這個裡面開到那些水 那用錢像用水一樣 我是把實際問題講出來 我不會說好聽的人 給你真正的考量一下 真的 把它通過 在做的時候 要特別的謹慎 要特別的小心 配套一定要有 範圍一定要有 我在那個地方 中東的時候 那個宗教 你不要請神容易送神來啊 講得很好聽 也會製造了很多問題 我是這樣子講 我說我支持你的法案 最起碼彰顯 我們人權的價值 但是做的時候 不然你們說 要緊張啊 講起來就那麼偉大 委員你說的 我其實都很贊成的 很贊成的 你就這樣標示你 有同意我的關係 配套要做好 我跟他說 你配套要做好 我情神容易送神來 我一天去看 百五次 宗教警察這樣一過來 你們大家都不知道 這裡的情形啊 我提著皮包過去了啦 好 我簡單這樣說的 我了解 我是給你提醒 過來陸委會 我現在請教你 如果達拉奶媽來 你們以前一直在找 桑比亞要來 還有流亡 那個西藏流亡症 新領袖 洛桑桑蓋要來 你敢不敢給他來 你們兩個好好對答一下喔 不是國民都跟他講的 這經過孫師手禮 我丟這個問題給你啦 看你們敢不敢嘛 看你們敢不敢 我跟你說 都說得很好聽 部長你敢不敢 他如果來申請來說台灣的話 你敢不敢給他進來 我又問你這個實際的問題 這不是在這裡有 啊你是敢啦 你是在這派回答 民間都不敢回答 民間都不敢回答 我們都有制度啦 我們按制度來 我們都有制度 好啦好啦我都聽你說按制度來啦 實在台灣的地位 我們真的要好好的處理這樣 部長 我說 這個難民法一定要過 彰顯我們對人權的尊重 實際我們要碰到很多困難 而且台灣的經濟狀況要做 但是你不是大量做 你去看土耳其 你看伊拉克那個地方都有跑過 利比亞都有跑過 那以前的宗教 到現在為什麼那個戰爭在 請神容易送神來 當然要注意一下 阿陸委會你也小心一下 我從來在這個問題到這個地方為止 為止 支持 我們民法通過 實施 條件 可能要想好 不是我們說還很簡單 最後都是變成政治問題 經濟問題 現實的問題 我們都要去面對 我們現在本錢沒有那麼出了 還最好的 所以在這裡 關於我們民法 我一個原則支持通過 不要說得那麼好聽 確實執行起來 非常非常的重要 然後外交部 那個 陸委會副主委 這個原來外交部來 放到部長 啊 早上 沖織鳥 到底是島還是橋 兩個部位 會交啊 兩個部位講不準 我感覺很懷疑 我一個看到就知道 你們是學者 你們是專家 為什麼態度這樣 搖混搖不定 我們是抱歉說 你們這樣啊 很軟腳 還是你們三十米吃了解啊 感覺好吃 三十米吃了解 有時候肚子會痛耶 所有你們不能欺騙說 我們自己的台灣人 焦就是焦 倒就是倒 為什麼要那麼模擬兩可 我點到這個地方 你不肯說 你不肯說 這樣講的 你不肯過 台灣人是很聰明的 很聰明的 不過部長你很老實 三次講的 第二次講的 又不一樣 三次你執行的時候 講直實話 檢察官再問遵行比例 第一次講的 大概都是真的啦 我不會把你打開啦 你的反應很好啦 你的反應很好啦 好來 那個外交部請回陸委會 我提起問題要問你 請陸委會 我現在發覺民進黨一執政啊 特別關心大陸的人權 剛剛大家有談到大陸兩岸條例的時候 大陸人怎麼來 你敢不放心啊 國民黨之中請一個人 就說我賣台 請中 你們現在去跟開放 你敢不 如果依照你們剛剛所有立法委員 這樣講出來的條件 你敢不敢 你部長可能 我害羞叫你打 所以我從每次執行裡面 我就看見很多問題在 到了一個地方 我是很寬大 我違法 我憋天敏人 我要召陸委會 如果召立委的時候 不是間諜在我們身邊嗎 那奧客人怎麼常常沒有來 部長我給你聽聽 所以今天大家講到這麼多問題出來 是講給誰聽的 我們實際面臨的問題在哪裡 你這樣放下去吧 我不是反對放下去吧 我說現在民進黨的態度 怎麼那麼大的轉變 連一個官員要去大陸訪問的時候 你們就賣台請中 那一些人進來 你不怕是間諜嗎 我給你矛盾點點出來 你小的 部長要不要答一下 還是只有微笑的回答 我要點出這個矛盾問題啊 他可以回答嗎 回答一下 我想對這些問題 我們都了然於兇啦 我們有我們的理想 但是也必須有好的配套 所以目標是很遠大 但是制度要嚴謹 那這也是我們現在 在建立這個制度嚴謹的過程當中 需要跟大院來共同努力的 連一個陸委會的主委 海基會董事長要去訪問 你們就罵他賣台請中了 你們還有什麼作為 你敢是黃德園 全部手下來嘛 今天怎麼都故事大方出來 我把問題提出來 陸委會 你也好好考慮這個問題 因為別的委員在談這些話 我不能批評 我把我的觀點拿出來 還有一點 最後兩分鐘 你回去跟你們 我們的新總統 我們對大陸政策 可預測 不挑釁的 我現在發現問題很嚴重 我拿一個資料 你看 部長 你休息一下 今天 陸委會有來 我順便問一下 還是留著下次問 我才會精彩 我們 我們的國防部長 竟然講了一句話 五六年以後 他說 既然台灣是台獨 中共也不會奮到打台灣 國防部長 副主委 回去報告給總統 這一句話 是國王部長講出來的 代表什麼 沒有 我要跟你哪裡 你是怎樣 他不會奮到 不敢打台灣 你看我還怎麼樣 人家都在看 回答一下 是 你不要講他個人的意見 他是國王部長 他是國王部長 兩岸的和平穩定 是兩岸共同的責任 官司回答 我只問你這句話 會不會造成影響 還有現在隨便再舉第二個 我們的總統 到花蓮山 那個什麼基地裡面 他裡面 我們要像太陽神的 衛鋒那種精神 不能讓別的國家 在我們領土裡面 耀武揚威 這代表什麼意思 太陽神啊 日本的國旗是太陽神 今天外交部 你跟我說一下 我們不挑釁 做句話太陽神 現在外面在傳 我們花蓮基地 是要給日本禁止 還是美國禁止 你用太陽神的精神 誰會飛到台灣去耀武揚威 副主委 我沒有講的你命 等一下那個新聞記者 又說我不禮貌 說我不認識你們 那就糟糕了 你幾次 不好意思 你抱一下 是 陸委會副主委邱錘 我講了這幾個 時間到了 好 你們好好深思 520 我在那邊 我在觀察他們是怎麼樣 南海問題 他們首先要解決 如果再再來 就是台灣問題 不可以說亂說話 你一個國防部長 總統這樣說出來 人看在裡面 南海的問題 在沒有解決以前 他暫時對你台灣人 我不是怕台中 兩岸和平很重要 永遠記得 那個志願一出來 代表的涵義已經非常清楚了 反台獨 還是冷戰 還是法理的台獨 副主委 你去講 我說到這裡就好 謝謝你 你不便回答 謝謝 謝謝 我們現在休息一下 兩點繼續開會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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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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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